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可也是拿着一把实体枪打过天下的人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但是拿着一把这玩意儿的自豪感 可能是很多新生代的小朋友们都体会不到的 说起来红白机时代的记忆虽然有点模糊了 但是提起制斗西部劫匪 处理刑事案件 参与奥运项目的往事 那可都是历历在目 当然 除了这些之外 大伙最熟悉的应该还是那个家喻户晓的 鸭子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当年一定对着这个画面 凭空录了好久的手柄 但是不管怎么搓 最后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鸭子飞走 那个渐渐的黄狗发出的阵阵嘲笑 也许就在此刻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不过只要你身边配着那个游戏外设 游戏的玩法便一目了然 好在这把枪几乎是当年各种翻版红白机的标配 这也让很多朋友打小就学会了打手枪的正确姿势 赢在了起跑线上 说起来 那个时候你是否有那么一个瞬间曾经怀疑过 那个笨重的大头老电视 怎么插上个红白机就突然能接收激光信号了呢 这个看似简单的玩具手枪里 到底隐藏了什么玄妙的科技原理 而任天堂又是从哪儿 逃换出这么一个神秘的黑科技呢 今天社长就跟大家聊聊 打鸭子背后的道道 还有那段经典台词 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游戏 打鸭子发售于1984年 要说这个年代有多久远 你得想想那时候 中国老百姓的三大件还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这样的机械设备 同时期的美国和日本的电子游戏生产力虽然已经不低 但是这样明显有冲击力的新鲜玩意儿 还是很容易的就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不过打鸭子这个休闲游戏 如今能够在世界上有如此高的影响力 不得不说 还是得得益于任天堂把主机和光枪结合在一起捆绑销售的策略 推广打鸭子这样的蕴含先进技术的游戏 提升主机逼格 最终的目的 当然还是为了促使人们对红白机本身的关注 但说到底 这种逼格的根源 还是那个让人不明觉厉的光枪技术 在当时不但作为小玩家的我们 对这种没有见过的科技一脸懵逼 就算问身边的家长 也说不明白里边到底是什么道道 其实这玩意儿的原理并不难理解 但是的确蕴含着设计者的智慧 下面就是画重点的时候了 虽然在我们正常的认知当中 光枪是发射器 电视是接收器 然而事实上 这一系列操作实现的核心 其实是把电视当成了发射信号的枪 而把光枪当成了接收信号的靶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每当我们设计的同时 电视屏幕都会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闪动 当我们慢慢还原整个画面之后 你就会发现 那个闪动其实大有文章 每当我们扣动扳机 屏幕便会有那么一瞬间完全变黑 之后将会在鸭子出现的位置 闪出一个白色方块 此时作为接收器的光枪 如果接收到黑色加白色的信号 便会判定为几种鸭子 也就是说 我们按出的每一发子弹 实际上都是由电视发射对应的信号 由光枪进行接收判定的 但是为什么要先闪过一个纯黑画面 再出一个白块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反作弊机制 想象一下 如果只接收到白色的光 就判定为击中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把枪对准任何白色光源 就自然会判定为击中了 而先闪黑光再闪白光的两次射钉 就可以轻松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另外如果到了一次出现两只鸭子的高难度模式 情况又会有点区别 你会发现打第一只鸭子的时候 屏幕是正常的黑变白 但是到了第二只出现的顺序变成了白变黑 那是因为如果每次都是黑变白 那么最终机器将无法判定 你到底打掉的是哪一只鸭子 而如果把一只鸭子的编号设为黑白 而另一只设为白黑 那么就可以很轻松的 对不同颜色的鸭子进行区分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当中 没有设置三只鸭子同飞的玩法 唉 因为太复杂了嘛 不过话说回来 一遍说了这么多光枪精妙的设计原理 还是能听许多的朋友说 他们只要把枪对准灯炮就能百发百中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可能就得问问当年的小霸王了 说了这么多 你可别以为这个打鸭子和光枪 就是任天堂在80年代的突发奇想 说起他的前辈 可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19世纪30年代 美国有一家做音乐设备的公司 Seaburger 那个时候光感真空管技术刚刚问世 在升级自家音乐设备的同时 Seaburger突发吉祥 用自己最擅长的传送带 光感和台价的制作工艺 做了一台名为Realite的模拟射击器 并且加入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积分系统 可想而知 在那个时候 这种激光射击游戏 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冲击力 可以说绝不亚于50年后 人们见到的打鸭子 很快各种五花八门的射击台 便开始在世界各地推广开来 只是这种休闲游戏的局限性 以及高昂的制作费用 还是让这套设备的推广陷入了瓶颈 没有进一步玩法突破的Realite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都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然而几十年之后的1970年 日本有一家公司 突然对这玩意儿提起了兴趣 他们把这套东西搬到了家庭之中 推出了一套被命名为光线枪的玩具系列 玩法无非就是几十年前的定点射击 击中尸相头部的中心点之后 会发出闪光和声音 而制作工艺显然不如Realite精致 甚至没有像样的积分系统 但这些已经足以让当时的日本老百姓们 嘖嘖撑起了 不错的市场反馈也让这家公司 在同一年又趁热打铁 推出了更具有艺术感的打鸭子造型的光线枪SP 这家公司就是尚未进军电子游戏行业 一心想要在玩具界打出一片天的任天堂 很快 任天堂就借助这套设备 跟电子游戏搭上了关系 1974年 他们推出了一款类似街机的大型游戏设备 荒野枪手 虽然他依然没有摆脱定点射击的老套路 但玩法与之前这类设备一味强调精准不同 在荒野枪手中 只有在对手表露杀机的一瞬间开枪反击 才能获得胜利 相比于一味的枯燥瞄准 这种玩法显然更加有趣 也更加刺激 另外游戏的画面也从之前的机械装置 直接进化成了电视屏幕 整个流程都是跟电影似的真人演绎 这种生动的画面表现 开创性的玩法设计 自然令任天堂对这台荒野枪手充满信心 于是制作了大量的机器 投放在日本的全国各地 然而这套家伙实在是深不逢时 新设备的投放期间 正好赶上令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石油危机 把公司未来都堵在荒野枪手上的人天堂 在这萧条娱乐市场的逆流之中 不但没有力挽狂澜 而是因此而欠下了一屁股外债 于是他们只能再回头 捣鼓起了家庭玩具的老本行了 还是借着这套光枪技术 1976年任天堂又陆续推出了光感玩具 光线枪Custom Gammon 以及八年后的那款游戏同名的打鸭子 可见即使回到家庭玩具的领域 任天堂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曾经办到自己的不祥职务 反而把这项技术运用的更加如火春青 直到1984年的红白机 任天堂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加入这套光枪游戏外设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 这不过又是一个新瓶装旧酒 不过对于任天堂自己来说 可能也有那么一分多年沉淀下来的情怀吧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曾经作为玩具 出现在任天堂产品序列里的荒野枪手和打鸭子 最终都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了红白机上 其中的打鸭子更是搭配着红白机这艘火箭 达成了惊人的三千万份销量 成为了一代人欢乐的回忆 时过境迁 受过他无数次嘲笑 分分钟想要打爆的那只狗头 如今都已经成了直根直底 并肩作战的好朋友 而任天堂依旧在那条给人带来快乐的创新道路上 领走在最前 还是时不时的总要去蹚一蹚 那条做玩具的岔道 也许在他们的眼里 玩具和电子游戏从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他们通往的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像那个男人说的那样 它们开玩具和电子游戏 但可以在这种中心心 Yeah, let it 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